今天是2019年7月15号星期一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月14号至15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在辽宁省调研 省交通运输厅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聚焦群众关注的交通热点难点 精准调研细化整改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时效 锦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滨海新区大队大队长王志海 13年坚守三池港台服务百姓 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我省公布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线 暑假来临 各地出台有力举措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的假期 孩子们本该在假期卸下学业的重负 却不得不在托管假期集训中做出选择 家长们该如何摆脱假期焦虑 视线今天聚焦这一话题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7月14号至15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在辽宁省调研 考察有关企业 出席辽宁省对外工作座谈会 并做当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工作的报告 杨洁篪听取辽宁省外事工作情况汇报并讲话 充分肯定辽宁省外事工作 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和本省开放发展方面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杨洁篪指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辽宁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推进一带五基地建设 深入实施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全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进展新成就 杨洁篪强调 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认真贯彻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 全面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充分发挥辽宁沿海沿江沿边沿线等优势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 重点打造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和枢纽站 更好的服务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服务于促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建超陪同调研 辽宁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 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一军 省政协主席夏德仁 省委副书记周波和相关省领导参加有关活动 本台报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以来 省交通运输厅锁定群众普遍关注的交通热点难点问题 精准确定调研题目 有地方使推进整改落实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时效 在盘锦市盘山县坝墙子镇 连通镇里北部七个行政村的主要通道坝向线正在进行拓宽改造 按照计划 这条全长13.8公里的公路将由路面五米宽的四级公路升级为路面七米宽的三级公路 因为四级公路是单扯道 如果两辆车对象行驶的话 拖车用手刮碰 虽然这两米看似非常小 但是它真正的保证了农民出行的安全 主题教育启动以来 省交通运输厅就四好农村路建设 城区公交发展等群众普遍关注的交通重点问题 直插现场精准调研 盘山县的坝向县就是在自下而上反映交通出行问题时 村民关注度最高的一项 农民想先修的路呢 它就是往前排 了解百姓的需求 这样修的路呢 才能为更好的为百姓服务 目前 省交通运输厅围绕十项专项整治 分别研究制定工作方案 细化整治措施 即使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 如何持续推进全省四好农村公路建设 推进全省港口整合 落实交通扶贫攻坚措施 促进全省物流液降稳增效 其实抓好高速公路省建收费站取消等重点工作 确保了主题教育 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 本台报道 锦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滨海新区大队大队长王志海 铁面无私 信息百姓 手持正义之箭 护卫一方平安 前不久 王志海被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宣传部授予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荣誉称号 当清早的阳光温暖锦城大地 王志海一天的工作随之开始 主要对设排设量的车辆进行一个查处 那么这项工作呢 其实我们平时每天都在做 但是我们呢定期的每周要集中一个路口 或者集中一个时间段 对全区的所有的车辆 特别是违法嫌疑车辆 1994年 18岁的王志海光荣入伍 2006年从部队转业 在选择新岗位时 一些人因为公安战线的辛苦 纷纷回避了这个职业 而王志海不仅选择了公安 还依然选择了更为辛苦的交警 13年来 王志海坚守在三职港台 不怕酷暑严寒 不怕尾气熏染 有时一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 王队都是身先士卒 把自己冲在第一线 要求别人做到自己首先做到 要求别人不做自己坚决不做 尤其在这个寒暑假 旅游高峰 还有这个大型的节假日 王队都工作在一线 王志海还定期深入港口运输企业 向货车司机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 剖析交通事故案例 提高驾驶员的安全行车意识 做交警这些年 王志海见证了滨海新区的发展 对王志海来说 守卫港口周边的交通秩序 确保车辆行人平安顺畅出行 是公安人对滨海新区发展的最大支持 我是一名交警 交警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 那么我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带领我的大队所有干警 在维护老百姓安全出行方面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为上 加大力度 使我们的滨海新区道路畅通 安全通行 为我们锦州经济建设 做出一定贡献 本台驻锦州记者报道 今年以来 本西市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权 推动项目建设早落地 早开工早投产 投资15亿元的天势力东北 现代中药示范工厂项目 落估到还人满足自治线后 本西市县两级政府专门成立了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派专人全程帮跑各种报批工作 围绕项目开工投产两个重要时间节点 明确责任全力开展工作 随着这个项目的进程 我们还会根据咱这个情况 再做一些产业的调整 包括大富房之际的产品的转移 这也包括在我们在密切的论证当中 今年本西市重点推进市本级103个 和县区444个审批服务高频事项 提高了审批服务效率 开展了全市优化营商环境 特约监督员评选表彰奖励工作 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进本西桥北和本西湖经济开发区复权工作 开展了企业评议政府部门 优化营商服务环境工作 和新冠不理旧账 不对线承诺专项整治行动 为558个企业项目配备项目管家 各项目管家采取电话沟通 实地走访 现场办公等方式 帮助企业协调解决问题 1133个 当好企业的推销员 办事员 协调员和引路员 积极组织企业进行产销对接 产容对接 产学员对接和产业与人才对接 有效地促进了企业托达展和市场开拓 今年1月至5月 本西市供引进国内实际到位资金 93.39亿元 民间投资项目86个 总投资55亿元 同比增长14.4% 连续17个月保持正增长 新增项目109个 总投资74.8亿元 新开工完成投资占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7个百分点 本台驻本西记者报道 7月15号是第五届世界青年技能日 由人社部和辽宁省政府共同主办的技能中国型2019走进辽宁活动同日在铁灵启动 围绕技能扶贫的活动主题 我省集中展示了近年来在技能扶贫和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成果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技能脱贫千效行动进展情况 我国在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的成绩和辽宁省集14个市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技能扶贫工作成效等内容 最吸引人的当属现场技能展示区域 来自我省各地的技能人才 现场展示了具有地方特色 带动当地产业发展 推动技能扶贫的项目 除了机械加工 人工智能等我省产业优势项目 满足减脂 疗艳 朝阳紫沙等传统工艺 正在成为技能扶贫 技能培训的新方向 那么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传统的这个减脂技艺 也是技能 那么通过我们减脂艺术 减脂书发院的创办 不仅我能够帮助 把自己的这个减脂做好 而且也能够帮助到其他同学 改善他们的生活 帮助他们那个 实现他们自己的人生价值 去年以来 我省各级人设部门 从政策 资金 项目和人才 四个方面发力 实施人设扶贫攻坚战 三年行动计划 坚持就业倒下 通过对贫困劳动力 整建制购买培训项目 开展一对一精准培训等措施 目前已帮扶1.7万有劳动能力 和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 我们还要加大资金投入 我们要利用好国家人设部 今年要投入1000亿 实业保险结存资金 这么一个重大利好 合理分配我省的这个相关资金 大规模的开展 职业技能培训 本台报道 按照辽宁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综合实施方案规定 从本月起 我省以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和城镇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加全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线 不再以非私营单位 在港职工平均工资 核定社保缴费基数上下线 全口径平均工资由省人社厅 省财政厅 省税务局 依据省统计局 省市场监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 省人社厅每年公布一次 作为社保专用指标 近日 我省公布了2018年 全省全口径平均工资为 57612元 及月平均工资为4801元 与2018年全省在港职工 月平均工资5758元 2018年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 5610元相比 按照全口径平均工资 核定缴费基数上下线后 部分参保人员和企业缴纳的费用 将有所降低 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 2019年7月1号至2020年6月30号 沈阳市、大连市、安山市、本溪市、 锦州市、盈口市、 父亲市、辽阳市、朝阳市、葫芦岛市 省本级月标准为4801元 辅顺市、铁岭市、盘锦市 月标准为4513元 丹东市月标准为4321元 调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口径后 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 缴费基数也随之调整 自2019年7月1号起 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 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可在本地核定养老保险 个人缴费基数上下线标准的 60%、70%、80%、90%、100%、200%、300% 7个缴费基数中资源选择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缴费基数政策调整后 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计发办法暂时不变 本台报道 据辽宁省纪委监委消息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郭平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安钢集团纪委 辽宁省监察委员会消息 安钢集团专职董事会 监事会办公室主任袁雪峰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安钢集团纪委 纪律审查 辽宁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本周 我省各地的中小学生 将陆续开启暑假模式 如何过一个安全的暑假 值得所有人重视 连日来 我省各地教育公安等部门 相继出台措施 共同为孩子们 营造一个安全的暑期环境 随着暑假的到来 游泳成为假期孩子们 快乐消暑的第一选择 在辽阳市游泳馆 每天增设多名专业救生员 轮流监视和巡逻 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保障游泳人员的人身安全 与此同时 游泳馆在泳池内 铺设了防浪涌道线 并全天后对泳池内水 进行循环消毒处理 保证泳池水质 卫生安全 父母和老师从小 有教育过我们 不能到野外去游泳 那样不安全 我们可以到游泳馆来游泳 老师教得非常好 还有救生员 保护我们的安全 暑假是学生溺水事故的高发期 各地着力做好防范工作 进一步加强 青少年群体的安全防范意识 在暑假来临前 安山 复兴 锦州 盘锦等地 中小学校 向学生家长送达了 至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和暑假安全温馨提示 复兴蒙古族自治县 还对留守儿童家长 通过微信 QQ 电话等形式 及时沟通 将安全教育 覆盖到每一位学生 银口 朝阳 铁岭 葫芦岛等地学校 召开安全主题班会 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并通过家长会 模拟演练等方式 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 希望我的学生 能够在暑假期间 时刻注意安全 也希望家长朋友们 发挥好监护人的作用 为孩子们助劳安全的防线 我们老师会在课间 集班围上 给我们讲一些有关 安全防控的知识 祝福们不要到海边和浴场 等不安全的公务场所活动 在盘锦市荣兴街道办事处 倒坐人家民俗村 工作人员向前来参观的孩子们 增设了一堂 真爱生命安全教育课 父母首先要将 安全的这种意识牢记于心 然后再带孩子出户外 去游玩的过程当中 要实时地知道 安全的底线在哪里 丹东市公安局 组织民警深入辖区 与社区工作人员 一同为学生和家长 开展暑期安全教育宣传 各地在加强 学生安全意识教育的同时 还加大了隐患排查 和安全保障工作 健全责任制度 安山市建立安全隐患档案 在危险路段及水域 设置安全警示标牌 设立安全隔离带 防护栏 在农村地区 成立校外安全防护小组 监督防止学生擅自下水行为 本西市会同公安 水利 住建应急等部门 建立防溺水联防联控机制 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 水塘 水库 江河湖泊等 重点区域的安全管控 我们专门召开了学生暑期安全工作会议 并从预防学生溺水 销售安全排查 墙皮脱落 门床脱落 严防交通事故 防止火灾 加强学生安全教育 坚全学校安全防范 加强对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理 等十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并层层落实责任制 并健全了责任追究制度 此外 各部门和中小学校还从注意食品安全 遵守交通规则 防电 防火 防雷 不玩不良网络游戏等方面 进行全面宣传教育 引导学生过一个安全文明 健康快乐的暑假 本台综合报道 暑假来临 孩子们卸下了学业的重负 可以自由自在地放松身心 家长们也长出了一口气 不用起早贪黑地 接送孩子上下学 身心疲惫地辅导孩子作业了 然而 随着人们对教育 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 很多家长不可救药地患上了暑期焦虑症 托管假期集训夏令营 每一项都要做出选择 每一项也都是不小的开销 假期变得更加繁忙而沉重 愉快的假日时光却渐行渐远 今天的视线 我们关注这一话题 下面把时间交给管旭 好的 暑假将至 培训班热再次升温 如何安排孩子的暑期生活 成为一个让家长们头痛的问题 说起来 孩子们闻假色变 其实家长比孩子更害怕暑假 害怕指一个暑假的时间 自己家的孩子就与别人家的孩子相去甚远 害怕指一个暑假的时间 孩子就会玩忘了所有知识点 害怕指一个暑假的时间 离一本的分数线又远了一些 这些害怕最终导致的是家长的教育焦虑 假期我想带孩子多到图书馆去看看书 然后去多做一些体育运动 包括游泳 爬山 然后多带他去到旅游的城市 包括人文比较多的地方 去走走看一看 让他长长知识 然后我还希望带孩子多做一些公益活动 让他在帮助别人的地方学到有爱心 假期我是这样安排的 因为孩子马上生初中了 他在语文方面多少还是弱一些 我想就是在这方面给他着重的补一下 大家都在补 所以也不想落下 还是想针对性的 哪一项弱 哪一刻弱 给他有所提高吧 假期不是用来休息的 而是用来反超的 不少家长抱着这样的想法 把孩子的假期生活安排的满满当当 虽说父母希望孩子多充电的初衷是好的 但任何事物都是过有不及 曾有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 某个青少年活动中心做作业的小孩 被问到上学累啊 还是暑假累时哽咽不语 忽然就哭了 连轴转式的过度培训 高额的培训费用 是否真能收到预期效果 家长呢还是应该有一个冷静而理性的判断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 我们也不可能要求孩子完全与游戏为伴 但必须看到的是那些学习之外的天地 能带给孩子内心的充盈与未来的可能 不一定要用一节节的培训 一落落的书本把这些空间全部填满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把暑假生活还给孩子 首先呢就让孩子自己做主 做一个暑假计划 其次呢就是要给孩子健康的生活 让孩子每天有规律的作息 同时呢又安排定时定量的锻炼身体 在这个假期里又是一个培养孩子兴趣与特长的 最好的机会 让他们有一次有准备的 说走就走的旅行 如果说提高孩子的能力 也要从提高他们的生活能力入手 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这是让孩子向生活学习 很好的办法 生活就是教育 实践就是最好的老师 有人说教育是慢的艺术 的确无论是学习还是成长 都是逐渐拔劫的过程 一味的把过重的压力放到孩子肩膀上 要求孩子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长跑 往往只是压苗助长 尊重教育规律不只是家长的事 更应该成为学校以及整个社会的共识 从整治焦虑营销到告别超纲考试 从家长摆正心态 多听听孩子的心声 到不断增加和完善学校的教育供给 只有全社会形成合力 才能真正为家长解压 给孩子松绑 庄子说 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摆脱分数逻辑的影响 遵循孩子的成长规律 适当地放手 给孩子一些享受无用之用的自由时光 还学习以兴趣 还童年以色彩 才能给孩子们更多自由成长的空间 让他们拥有一个更快乐的现在 和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好了 今天的视线就关注以上内容 7月15号 由中科院金属所 东北大学等部门联合主办的 2019国际生物医用材料及生物技术研讨会 在沈阳举行 来自中韩澳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 开展了医用金属材料 纳米医用材料 医用高分子材料等领域的专题研讨 清风民运 馆藏晚清民国瓷器特展 7月15号 在沈阳张氏帅府博物馆开展 此次展览包括六大部分 以时间为线轴 展出了从清代道光年间 直到民国时期近百件造型优美 风格各异的精品瓷器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2020年1月10号 7月15号上午 首届沈阳抗战文化之旅活动 在918历史博物馆启动 据了解 本次文化之旅将开展 沈阳抗战文化专题系列学习 主题宣讲 抗战电影展播 主题研讨会等系列活动 近日 大连市启动了 海滩垃圾清理整治专项行动 并计划建立海上环卫 将近岸海面及海滩 全部纳入环卫扫宝范围 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人员1700人次 清理海滩垃圾200多吨 复兴市首届全国少儿轮华邀请赛 7月14号开赛 来自全国的24支少儿轮华代表队 共300多名小选手汇聚复兴 比赛为期两天 共设4个项目 46个组别 本月起 大连航空公司新增 大连至杭州 大连至温州往返航班 恢复大连至呼和浩特往返航线 每周246直飞 本台综合报道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7月14号至15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辽宁省调研 省交通运输厅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聚焦群众关注的交通热点蓝点 精准调研 细化整改 锦州交警王志海扎根一线服务百姓 被授予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洁篪